好農曆也快到这个从今天开始呢 七大公股行库是开放可以兑换新超了 今天呢现在这个排队情况如何 马上连线记者范馨宇 好的从今天开始到2月1号 总计五个工作日都可以开始开放 在七大公股银行来兑换新超了 那么一大早呢就有民众等在这个银行的门口 等着来兑换 那么其实呢央行今年也说了 由于2010年的景气回春 所以今年新超的准备数量特别的多 大约呢有七八亿张哦 总金额上看五千亿 而且里头还有小小的惊喜 就是有四亿多张的 庆祝民国一百年的百元纪念超 那么非常多的民众拿到新超的时候 都笑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来听听看稍早的访问 感觉很愉快 回去好交代了 他来交代了 谁谁要送几杯 谁谁要送多少 五杯 五杯的配合这个 这里怎么五杯都一千 会一百元到那里面去换 那你觉得这样子方便吗 不方便 原来是一起换啦 今年是好像变了一点 是这样 所以要排两次对 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是有民众来跟我们反映哦 由于今年呢 要兑换一百块的面额的话 要到独立的柜位 所以呢 如果你要兑换五百 一百和一千三个都要的话 等于要排两次对 民众是反映有一点不方便哦 不过银行也跟我们解释 由于今年是民国一百年 所以预估呢 兑换百元超的人数会非常的多 因此加快这个速度才会特别把柜位流通出来哦 而事实上呢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哦 如果你要兑换百元面额的话 一次只能兑换一万多块 一万块钱 也就是一百张 那么银行是预估呢 光是今天第一个工作日 光是一个分行 就可以兑换掉六千万的新超 也提醒您哦 五个工作日要加紧动作来兑换新超了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好 这个妹妹吧嘎嘎蛮多的哦 来看到呢 就像是换百元超 只能现换一万多元哦 不过有五千亿 大家不用抢着排队 拜拜